另外就讓民眾竟敢了解 因實的健康和佣心 加基市政府採取衛生所 結果保生理理長 基本欠完銷活動 特別要請到營養師到現場 為民眾來解釋 佣心完銷DIY 並且現場操作 而且也提供 抽血和感情提供 讓民眾是沒有時間 討作健康檢測的民眾 可以在環境完銷的東西 也可以減過健康 剛過完新年加基 熟清小過年的完銷節 也將來講 依照時俗 在完銷這天必須要吃鱗 代表團圓、姨媽的意思 但鱗是自米做的 吃過量強硬要造成民眾身體負擔 為何民眾在小過年吃鱗時 也可以照顧身體 跟市政府衛生局結合保生理 所基本的慶完銷活動 特別來營養師現場教導民眾 如何選用實材以簡單的方式 製作營養算不一樣口味的鱗糖品 來實施健康 所以新年快樂節也快到了 那現在其實我們國民的營養 都已經過剩了 所以今天如何我們要做出健康 然後又養生的湯圓 並且在今天會請營養師來到現場 來教導我們除了做湯圓以外 然後還會告訴說 在這個期間剛過完年 那我們要怎麼樣來運動 來活動 然後讓我們的身體能夠更健康 然後健健康 然後輕輕鬆鬆的過著這個年 我們小姐要教了 我就是我們這裡的老人 我們家義士 就是高齡有散城市 我就盡量扣這些 有年紀的老人 來這裡做一個健康檢測 跟我們的營養師來幫我們工做 看我們這個湯圓 要怎麼吃才對我們身體的健康 該市場的新聞表示 市民上的營養10粒 相營養只有70大卡的熱量 吃一碗清營養大概有150大卡 但是搭配湯的土豆湯 也這是紅豆湯 大概有250大卡 相當一碗飯 有阿的營養一粒大概有70大卡 14粒也是一碗飯的熱量 營養師家的民眾過多吃鴨子時 必須要控制飲食 必須要吃下過多鴨子 粒出太多熱量作成身體負擔 應該要保養一粒 希望鴨子一天不要超過15粒 大鴨子兩粒為寒 只等煮食的粉粒要記得提完 就可以吃了安心、有夠健康 市民上面 翁曉帥 蔡宏 葡萄 葡萄